欢迎大家收看《解读易经》 上一集余中哲老师跟大家讲了 补鞋里面的鞋仪、鞋法、装挂的方法 老师上次装了本挂是昆挂 鞋变鞋是初咬 而这个支挂是伏挂 这一集你会跟大家讲解挂 是 没错 装挂容易解挂难 即使装挂也好 因为周易这套装挂的方法 其實本來在春秋以前是政府官員 那些叫做泰卜、誓人裏面 是掌管這些去中 後來因為偏向了二里那方面 就失傳了,流落在坊間 誓法我們上一集已經說過 怎樣裝到一個掛出來 然後怎樣去解掛呢 解掛其實我們都要配合 整部周形的拾翼 譬如經文、鑽文、咬詞、象詞、斷詞 這樣去解掛 誠心裏面領略了本卦 那個卦詞的義理 如果有變卦、支卦 新的卦的卦詞、咬詞的義理 然後這樣心承融會貫通 誠心問一件事 然後再去憑一個觸機 在咬詞、掛詞裏面 再找到一個啟示和答案出來 這個解掛就因人而異了 同一個人預訂了一支卦出來 其實可能解出來的結果 或者效果都未必一樣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 為何會有支卦的出現 譬如我問一件事的時候 為何會由一個本卦變成一個支卦 對,基本上是這樣的 事物也有發展成因、過程和結果 本卦基本上是代表了這件事 我們要問這件事的現狀 現時所處的處境 變咬 變咬就是去了一個新的卦 知乎者也知道它 便去了一個新的卦 新的卦在知道這個過程 變咬而知這個過程 代表這件事的發展趨勢 以及最後的結果 吉、空、得失、成敗 所以它有這樣的過程變 世間萬事萬物都在演進 不會是停頓的 停頓也是一個變 所以這個符合了大自然的規律 亦都事物發展的常理 我們大概知道解掛需要些甚麼 但有沒有一些小的原則 我們都要注意一下 沒錯 關於這個解掛 周易六十四卦 每一咬的演繹解掛 其實都不算很完整 在國語或左鑽裡 曾經有些零散的石例 即是古人的布石的過案 來到後世去研究 但到很完整的解掛系統 或者守則 其實基本上 就我所知是沒有的 都不是太完整 朱熹呢 朱熹是宋朝的人 他註解液經 宋明理學 又說把液經推廣 所以朱熹亦都去研究 註解這個周易 他寫了一本書叫啟蒙 在啟蒙那本書裏 朱熹就整理了幾個原則 編謠變 編謠不變 有變謠和沒有變謠 有很多個原則 譬如 變謠 他說參考本卦的變謠 那個謠詞 六謠都變 參考知卦的卦詞等等 這個當然是朱熹本人的理解 和他的心得整理 但實際根據先秦時期很多的典籍 甚至譬如是我們說左傳裏 雙公九年也有一些實例的記載 如果超過兩謠的變 超過兩謠即是三四五全變都可以 參考本卦的卦詞 這個亦有不同的理解 當然這個說法比朱熹早很多 朱熹是宋人 我們其實就可以立刻 Amy 我們用上一次 裝到的本卦和支卦 譬如問一個事情 譬如舉例是問鑽公 鑽公好不好呢 譬如我們裝了十右八變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本卦和坤卦 左邊有一個交叉 這個叫做膠 這個是老陰 他說變了 坤卦和六謠都變 變了右邊的支卦 變了初謠 初謠變了之後 其實按照朱熹的說法 變一謠 應該怎樣呢 根據啟蒙的說法 就是凡變初謠 就要看回本卦變謠的謠詞 變謠就是初六 但我個人的理解 如果這樣就變了 兩個本卦、坤卦的卦 那個卦詞不用看 變了出來的復卦 那個卦詞也不看嗎 其實我的理解 兩個卦詞的詞都要參考 融會貫通 再去領悟 和啟示一些靈感出來 所以我個人的理解 先要看一個坤卦的卦詞 因為你原來裝到的是坤卦 你問鑽公 坤卦說元亨 利品馬之精 品馬即是沒有馬 乾為天 天是馬 坤是癡性 就是陰馬 即是沒有馬之精 君子有遊王 一聽到這個有遊王 其實是說 應該有一個去的目標 或者得到一些去的終結的地方 其實如果問鑽公 這個就是動機動漲很明顯的了 還有先為後得主 開頭就不知道怎樣好 找不找好 轉不鑽公好 後得主最後就明白了 又找到一個主子 即是找到一個新的公司 或者老闆 尼西南德鵬 東北喪鵬 按正吉 尼西南坤卦是西南方位 尼西南位 尼西南有些朋友 適宜去西南方 其實不是 不單止尼西南 西南的左邊是南 右邊是西 於是西和南這兩個方位 都利坤卦西南 所以這些地方 這些方向 這些位置 和這些像 營 有關的人事物 都是對它有利的 東北喪鵬 坤的對面就是近卦 東北 東北的旁邊 就是東和北的方位 這三個方位 東北、東和北 都不適宜它去找工 或者去做事等等 然後便可以蒸吉 坤卦的概念是這樣的 所謂佈到這個 不論它是現狀 因為它的鮮迷 不知道轉不轉好 但它出來告訴你 這個卦詞 是厚得主了 找到的 好了 然後支卦 就說事的發展過程 和趨勢和結果 那伏卦是怎樣 伏卦的卦詞 就說伏亨 出入無疾 憑來無咎 翻覆其道 七日來覆 利有猶往 按字面看 七日來覆 很短時間 是不是一個星期 七日便找到 其實我們講這個伏卦的時候 會講過 由伏卦去到這個之後 譬如說伏卦是什麼 之前是昆卦 昆卦是農曆十月的卦 陰盡揚齒 伏卦是冬至一陽生 即是冬至之後 簡單說 就應該有消息 一陽生 楊色 七日來覆 其實這個七可以解釋七日 但其實可以解釋七個日子 由冬至到夏至 是經歷了七個節氣 七個節氣 我們之前講伏卦講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當然七可以理解成是七天 但其實在一個指定特劃定的一個期間 但其實它也不會太長的 因為它的消息已經從下面 陰變陽了 消息來了 如果它是說在十月之前 預約的 預約到一個昆卦 昆卦是十月的消息 即是說十一月就可以了 有消息到了 很快的階段就可以得到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它的昆卦 變 昆卦的昆卦 如何說 以及參考枝卦的昆卦 如何說 這個本卦的昆卦 它說 李襄堅兵字 一聽到 現在這間公司做到 好像李襄一樣 如李深淵 李薄兵 致堅兵也 看到那個掛詞 那個象詞都是不好的 但這是現狀而已 但是一轉了初咬 去到那個身掛 那個枝掛 我們看看 這個初九伏掛 它說 不願伏 慕其灰 不願之伏 以收身也 原吉是最好的吉 以收身也 很快就會有恢復 由新的氣象出現 最好先做好自己 準備好自己 機會是提供給有準備的人 所以叫你以收身也 等著來 這個很明顯 就是叫你轉工 好了 會轉好 但是 這是問我轉不轉工 如果譬如我真的想 我決定要轉 但又有A公司 又可以選擇 B公司又可以選擇 這樣又 這裡可否解答 還是我又要再放另一支掛 當然這裡可能找到啟示 但是以求掛的原則 最好就是一份工 就放一支掛來問 一件事問一支掛 相對是更加直接簡單的 就是可能我裝一支掛 就問了轉不轉工 決定轉 我就裝一支掛 問A公司好嗎 一支掛問B公司好嗎 沒錯 明白了 不過足機的東西 真的需要多點時間去理解 不過休息回來 余老師會教大家 另一個再簡單一點的 裝掛方法 記得留意 回來第二節的解讀易經 上一集老師教大家 裝掛有甚麼工具 怎樣做法 但有時手上真的 可能沒有這些工具 或者真的突然在某一個地方 都沒有這些工具 在手 但是又想問問 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做 是 沒有工具在手 甚至有也好 環境不方便 攤開來去裝掛的時候 其實有些簡易的方法 中國人有講觸機 無論你周應好 或者甚麼都好 就是觸機 一個這樣的用法 就是靈感 所以以下我可以提供一些簡易的裝掛方法 和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這樣 Amy 隨便舉例 先裝 比如我們說 這個怎樣裝 先裝一個下掛 再裝一個上掛 分開來 隨便說三個數字 或者是三個中文字 多少個都好 就組一組數字出來 中文字你便數筆畫 數得出來 但如果沒有 我們便隨便說三個數字 或者你看到指三個數字 都可以 或者巴士來到多少號巴士 你就照顧巴士號碼 都可以 如果巴士號碼不是三個字 都可以 兩個字都可以 車牌 你見到手機 身分證號碼 你隨便說都可以 就說了 例如我們這裡 舉例 Amy 257 那就隨便說 例如有個朋友問你257 我們先裝下掛 257 那掛有多少個呢 先添八掛 後添八掛 後添八掛 都是八掛而已 就除8 除8 257 257 除8 我們求的余數 是剩下一個 這個方法 要跟大家說一說 千萬不要用計數機去計 計數機是0.多少 對 就是要用除數 自己用手去計 不要有點數 只剩下那個余數 對 算術的除數 算術的除數 除了 剩下1 求到這個1出來 這個下掛 但記住 這個257是隨機 隨機 觸機 去想出來 或是說出來 求到余數1 1 我們按照 後天八掛 落書 數 對 戴9 1 左3 右7 這些 我們最初 講的經 都要講 基本的東西 現在這個落書數 除了中公五王 不是掛來之外 其他全部八個數字 都是掛來的 剛才裝下掛 就求到一個1出來 1是什麼掛來的 看這個圖 這個是坎掛 即是說下掛 我們這樣就裝到一個坎 你心算在車上 在街上走 都可以裝到出來 不用攤開桌子 用工具籌材去做 這個是權宜之計 當然是 裝到坎掛 我們寫下 這個就是坎掛下掛 然後重複 再做一次 再做一個是什麼 上掛 隨便又說三個數字 現在這三個數字是多少 六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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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都只有八個 當然是隨八 隨八轉 正到二 尾數是正到二 二是什麼掛 如果你記得落書 二四圍堅 是右上角的坎掛 即是上掛二是配到坎 我們就把坎 寫成一個上掛 把兩個球出來的重疊 剛才下掛裝到的是一 一是坎 下掛是坎 現在再裝上掛是二的坎 六掛 兩兩雙重之後 變成上面坎是地 下面坎是水 於是掛就叫絲掛 地水絲 地水絲 那就裝出一個本掛 這個就是… 本掛就是絲掛 但我們也知道有變咬這件事 那又如何做法 是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你問到有變咬就有變咬 這個方法就是沒有變咬 其實有沒有變咬 其實都是足跡 沒有變也是變 沒有變 如果我們一定要怎樣蒸 一定要有變咬 那就再做一次 咬有多少咬呢 六咬 你說一個數字 隨便說出來 我們舉例 隨便說 例如說 說到一個九 或者突然有一個九號車 或者看到一個九號車牌 他說九 這樣 我們除了六咬 重複 去到九 即是第三咬 由下面數上去 那就變成三是餘數 那就變成第三咬 初二、三 下面數上去 第三咬就求出一個變咬出來 有些朋友會問 這個方法是否只有一個變咬 其實沒有變咬就可以 不一定要有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個世界 它是一個足跡 是不是足跡多過一個變咬都可以 多過都可以 你說再想變 你可以多加一個數字來 這樣變 甚至我們用籌策 十由八變 一直做十八次 來裝到六咬 都未必有變咬 是 未必有變咬 這個世界不變就是變 易經說的,對不對 我們裝到這個 於是施掛的三 六三 變就是陰陽互變 變了九三 變成右邊 下掛變成順掛風 上面是鎮 支掛就是聲掛 如之前所說 了解了本掛和支掛的掛詞 還有這個變咬的咬詞 去理解你所問的事情 好,這個後天八卦去裝掛 用先天八卦又行不行 是,其實用後天八卦落書素 只是其中一個裝深掛的演繹 有些朋友或前輩 他們都用先天八卦的掛序素 去配上掛下掛裏面 而裝成六咬的掛 我們方法是一樣 只不過配數不同 先天八卦 記得嗎? 我們在之前很多環節介紹 先天八卦的時候 有個掛序素 就是先天八卦上前下坤 但是它根據太極的陽消陰障 陽氣減陰障的方法 就讀逆時針一組 一、二、三、四 看到嗎? 就是乾對離陣 那順坎近坤就配了五、六、七、八 這個不是落書 這是先天八卦的掛序 排列的次序 乾就配到一 坤就配到八 然後我們就用剛才查到 裝到兩個上下掛的數字 一個是下掛剩一 那先天八卦就不是配到一個坎 先天八卦就是乾 因為乾是排第一 而上掛的二 我們後天八卦一裝都是個鑽 二四為堅 六八為足 落書二是鑽 但是先天八卦 一、二、三、四 乾對 就配到一個對 所以上掛是對 然後上對下乾 對為窄 乾為天 這個得到的掛就是摘天掛掛 這個掛一定要讀掛 不要讀缺 掛名要讀掛 然後再找那個 如果你覺得有邊咬的時候 對 又是同一個方法去做 又是同一個方法去做 除這個六去找那個語數 正確 然後這次的枝掛就變成對掛了 對掛了 沒錯 了解了這些方法 其實要問事的時候 可以是簡單的方法 像以上一樣 也可以是比較複雜的 用一些器具去裝掛 沒錯 但其實無論如何都好 最重要都是心誠 但是譬如 我也是心誠的 我問剛才那樣 我轉A公司好不好 但我突然說 好轉 但我心想 其實我又不太想 我可否過兩天再問一次呢 這樣行不行 其實我們說 頭掛的時候 裝掛的時候 謹記了幾個原則 是 第一 不移不沾 沒有移問 不要沾 第二 不誠不沾 沒有誠意的 玩完又再玩又想問 那就不好 不義的不沾 不正義的事不要做 另外 凡是問一枝掛 裝成了 問一件事得到答案 無論是吉凶得失 你喜不喜歡也好 問了出來 其實三個月內 即是一季 按照古人老人家的規定 三個月後才可以 再裝過一枝新掛去問 不然今晚問到不喜歡的 明晚再問是好的 是喜歡的 那就用喜歡的那枝 來選擇 就違反了足跡 和不誠 不信那樣的 木掛 裝掛的原則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三筆之物 沒錯 一連七十九集的解讀 《易經》 相信大家對《易經》 都有更多的認識 和理解 希望大家不要再覺得 《易經》 只不過是一部 占卜的書籍 《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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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們 首先要盡德 然後是收業 為什麼要盡德呢 因為貪辱 可以令人有執迷 盡德 提升我們的德行 修養 可以誤 不然就執迷不誤 收業可以提升我們的能力 以及智慧 提升我们的能力 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 以及面对困难的能力 至于智慧可以提高我们的理性 以及解决困难的能力 所以晋得修业 已经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智慧 但是当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都解决不了我们的疑惑 或者困难的时候 细持传里面就说 他说人谋鬼谋 人谋鬼谋百姓能语 就交去尖仔文士 等于道家说谋事在人 但是诚事在什么呢 诚事在天 那你就求诸屋石给一些启示我们 陪陪我们去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 去解决一些疑惑的事情 细持下转就说 他说如有私保如临父母 好像父母、师母那样 无有师母 即是说这个 我们人生一个 好像老师、易经那样帮助我们 其实天道是没有吉凶的 吉凶是人有得失的心才有吉凶的 得失心越重 吉凶就越明显 不过我们说吹吉避空灾场是因人而异的 起心动念心是吉凶的 刑徐顺便世因利道的 心态正确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 反之亦然 易经真是一部非常有智慧的经典 我觉得只是明白最初最初那种 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再变 其实不变都是一种变 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 真心明白其实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 解读易经为你带来的智慧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余老师 再见 多谢大家